台大这起事件在台湾雨波荡漾 台大学代会25号发出声明 除了谴责暴力之外 也回应这一次政治活动介入的指引 声明中指出 从文化、体育、演艺歌唱到教学现场 所有过去被认为不会和政治扯上关系的事件 其实都和政治有着关联 台湾作为受强权影响的岛国 中国因素是绝大多数社会事件不可避谈的议题 不论是自由那种政治是肮脏的教育及社会文化 还是台湾对于国族认同起义 无法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焦虑 这些因子都是社会性的 存在于社会即是存在于台大 发生在台大也就是发生在社会 台大无法和社会其他议题切割 否则终将于这片土地脱节 事实上像这样的活动 去年在其他大学校园已经办了八场 为何偏偏在台大引爆冲突 台大国发所近任副教授曾建源解读 台大从早期就以五四运动在台湾的传承者自居 当交流蒙上矮化政治阴影 反弹力道可想而知 你在台大举办又出现矮化台大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相信很多台大的师生呢 他就会想起富斯年为台大制定的校训 敦品力学爱国爱人 那所以呢矮化中华民国矮化台湾 或者是矮化台湾大学的这些那个措施呢 这个在台大校园当中就会激起很大的反弹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林则认为 台湾目前进行去中国化的教育 台独思想毒害结果加剧两岸冲突的发生 对于台湾社会质疑 这一次活动是打着中国新声音之名行软性统战之时 曾建源认为大陆要拉拢台湾民意 统战工作是必然 但是前提必须先降低政治干预 这一次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肯定是非常失败的统战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